天天主,祢是我们的护佑,求祢眷顾祢的受复者,因为在祢的殿院一日,远圣他处千日。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从,圣世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大家早安。 若说死了以后,天主派遣许多名长来带领犹太人。 在今天,读经一,我们将听是名长中的一位被招教。 这位名长叫做基德红。 那基德红被招教的时候,他还跟天主的十字在讨论。 就说他是来自一个最小的支派,他自己家族里面他是最小的,他就觉得他不配做名长,来带领以色列人与米德洋人打仗。 但是天主就是这样的招教了他,在我们自己可能也是像他一样的,在我们自己生活上,我们看自己可能是很巧妙的,可能也没有什么能力去做天主托付给我们的。 但是只要天主教教我们,天主陪伴我们,我们要与天主一起合作。 现在我们大家忍醉,准备我们的心,参加今天早上的圣导礼仪。 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四眼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罪,我的中罪,为此恳请终生同贞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催恋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 上主求你催恋,基督求你催恋,上主求你催恋,上主求你催恋,请大家祈祷。 天主,你为所爱的人准备了奇妙的征服,求你将圣爱之火庆祝在我们心中,使我们爱你在万有之上,以获得远胜我们所向往的恩许。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往。 阿们 公读民长纪 上主,上主,上主的使者来到敖弗拉村,坐在阿比二泽尔人,约阿世的像树下,他的儿子基德红,在酿酒池里打麦子,免得米德洋人知道。 上主的使者显现给他,对他说,英勇的壮士,上主与你同在。 基德红回答说,先生,请原谅,如果上主与我们同在,我们怎么会遭遇这些困难呢? 主先告诉我们的那一切奇事,在哪里呢? 他们曾向我们说过,上主领我们离开埃及,但是,现在上主抛弃了我们,把我们交在米德洋人手中。 上主注释他说,凭你的力量,你去拯救以色列,脱离米德洋人的掌握,是我派遣你。 他回答说,先生,请原谅,我凭什么拯救以色列呢? 我家,在莫纳邪支派中,是最悲小的,我又是我父亲家中最小的一个。 上主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必击败米德洋人,如同击打一个人一样。 吉德洋又对他说,如果我在你面前蒙恩,请你给我一个证据,证明你亲自跟我说话。 请不要离开,等我回来,带些礼物摆在你面前。 他答应说,我等你回来。 吉德洋就去煮了一只小山羊,又用十公斤面粉做了无效饼,把肉放在筐子里,把汤盛在罐里,带到橡树下献给他。 天主的使者对他说,拿出肉和无效饼来,放在这块石头上,把汤倒在上面,他就照做了。 上主的使者,上主的使者,伸出手中拿的棍杖,杖间触到肉和无效饼,石头就喷出火来,把肉和无效饼烧尽了。 上主的使者便从他眼前隐没了。 吉德洋知道了,他是上主的使者,就说,哎呀,我主上主啊,我竟然面对面的看见上主的使者。 上主对他说,你放心,不必害怕,你不会死。 吉德洋就在那里,给上主立了一座祭坛,称为上主赐平安。 这座祭坛仍然在阿比尔泽尔人的欧弗拉村。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天主向他的子民宣布和平的伦音 天主向他的子民宣布和平的伦音 我要听天主上主说的话 他要向自己的圣徒和子民 向皈依他的人宣布和平的伦音 天主向他的子民宣布和平的伦音 慈爱和真诚要彼此相逢 正义与和平将彼此相拥 天主的正义由天上俯视 世人的忠诚从地下出生 天主向他的子民宣布和平的伦音 上主必会四下干路 我们的土地必会丰收 平安紧随他的脚步 正义在上主面前开路 天主向他的子民宣布和平的伦音 Za Meju Za Meju Za Meju HalleluY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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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a Meju Za Meju HalleluYah HalleluYah 耶稣基督本是富足的 却成了贫穷的 使你们因着他的贫穷 而成为富足的 Za Meju Za Meju HalleluY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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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a Meju Za Meju HalleluYah HalleluYah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那心灵同在 共读圣玛窦福音 主天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对门徒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有钱的人难进天国 我在告诉你们 罗陀 罗陀 传过真空 也比有钱的人 进天国容易 门徒们听了 非常惊异说 这样 谁还能得救呢 耶稣 注视他们说 在人 这是不可能的 但在天主 一切都是可能的 那时 伯多对他说 请看 我们舍弃了一切 跟随了你 我们将 要得到什么呢 耶稣对他们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这些 跟随我的人 到了万物更新时 人子要坐在 光荣的宝座上 你们也要坐在 十二宝座上 审判 以色列十二支派 无论谁 为我的名 舍弃 旁屋 兄弟 姐妹 父母 儿女 或天地的 都要得到 百倍的赏报 并且 承受永生 有许多领先的 要举后 举后的 反而临先 上主的圣言 祈祝我们赞美你 大家平安 神父平安 在今天的福音 刚才我们所听到的 说骆驼 骆驼进入真空 比 有钱的人 进天国容易 骆驼进入真空 这句话 就是在 应该是说在中东 是他们常用的 那这个为了表示说 某些事情是 非常非常难 难到 可能人无法去 完成去做的 就是他们说 骆驼进入真空 犹太人的传统 他们也用到 在 《悔教徒》的 《科兰经》里面 也有 那在《科兰经》 就说 坏人 要得到 救恩 这个是不可能的 除非 骆驼 进入真空 除非骆驼进入真空 如果 可以这样做的话 这些坏人就可以进入天堂 所以这句话就是 他们 那时候在 这个地区 他们常用的 来表达 这件事 是非常不容易的 耶稣 今天他用了 骆驼进入真空 比有钱的人 进天国是容易 是他讲的 应该是跟昨天的福音 做一个连结 那昨天的福音 我们所听到的 是有年轻人 来到耶稣跟前 他向耶稣 问 上师 我该做什么 得到 为了得到永生 那耶稣就说了 如果 你要得到永生的话呢 你要 举手 借命 举手 借命 他就问 哪个借命 耶稣就说了 借命就是世界 耶稣 说了一句一句的 虽然是没有完整的十条 但是我们一看 我们就知道 耶稣所指的 就是世界 那这个后面 这个年轻人就问 那这些人我已经做了 我还缺什么 耶稣就说了 加拿了说 如果你要成为完善的人 如果你要成为完善的人 你去变卖你的一切 实施给穷人 来跟随我 所以 我们从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年轻人 他要问 说他应该怎么做 才得到永生 耶稣跟他讲的 说 你要举手 借命 而不是说 你有钱 你是富有的 你不可能进入天国 我们可能常常 就会这样的想 因为 骆驼 不可能会进入真空 所以 为了得到永生 我们要做的 只有 就是一件事 耶稣跟我们讲的 就是要均守 借命 要均守 借命 我想这个年轻人 他应该说 他也可以得到 借命了 可以得到永生了 是因为他均守 借命 但是他后面 他是要求的 是为了得到 完善的人 那如果要成为 一个完善的人 你就变卖你的一切 来跟随耶稣基督 那我们就问问 我们自己 我们在 我们所认识的人 在我们的团体里面 有没有人 是完善的呢 完善 这个是 可以说是 不可能的事 我们变成是 一个完善的人 我们离开了 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们才算是 我们的完善了 所以成为一个 完善的人 是不容易 好像就是 骆驼进入 真空一样的 所以我们 按照我们的 那个宗教的要求 过我们的生活 这个可以说 是一个保证 我们可以得 永生了 那门徒们 一听到了耶稣 他说讲这个 他就问 那我们呢 我们跟随了你 我们会得到什么 耶稣就跟他们讲了 你们就是会 坐在十二个宝座上 代表 这个的伊斯列 跟我一起审判 这十二个宝座 是保留给 十二个宗徒 而我们其他的人呢 我们其他的人 我们不会坐在 这十二宝座上 因为这十二宝座 是保留给 十二个宗徒 但是呢 我们会得到永生 我们在这个世界 会得到百倍 会得到百倍 我们所放弃的 会得到宝贝 我想我们上个礼拜 也读了这个福音 上个礼拜 我们也看到了 我们在这个世界 我们还活着 我们得到哪些的宝贝 我们放弃了 我们自己家人 但是我们加入了 一个新的家庭 那这个家庭是 教会的家庭 我们有很多 很多的姐妹 我们自己家 可能是四五个人而已 但是我们加入 这个大家庭 全部基督徒 教会的团体 就是我们兄弟姐妹了 我们得到更大的 一个礼物 一个报酬 就是我们有得永生 我们有保证 我们的罪 得赦免 这些都是 天主所给我们的 的保障 天主给我们的礼物 所以我们跟随耶稣基督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真的我们得到了 百倍的赏报 我们要珍惜我们的信仰 要坚持 跟随耶稣基督 我们确定 我们所得到的 比我们所知道的 还要多 现在让我们一起 把今天的祈祷的一项 奉献于天主 天主 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 奉献给你 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传播 天主 愿你以生存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结以你的旨意 为卷神 求你帮助我们全心 全灵 全意 全力 孝爱你 我们决意把个人 今天的一切苦乐 成败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 所举行的弥撒 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生命 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 及诸圣人圣女的药 要终生事故 天主 请以你的宠爱 沐浴我们的身心 也求你 先于我们的父母 家人 亲友 先于教会首的 国家领袖 及各级政府官员 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 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配赐我们 圣神的恩宠 求你把分尸其恩的安慰者圣神 请祝于我们 及一切信仰和信仲 求赐我们敬畏及秀爱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聪明及刚义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 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 卷起成见 少除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 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 并使上会蒙受福音的广大天平 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丧心人的意愿和希望 脚脱在你手中 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为他们祈祷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寿显扬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先以诱惑 但救我们免于凶恶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你的心灵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 圣子及圣神 降福你们 阿们 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里程 你们去传报福音吧 感谢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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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一条一路 但有主与我同行 因他我们有平安幸乐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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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条一路 不 不 不 是一条一路 但耶稣伴我同行 关照我的旅途 大夫 我身上的一条蛋 感谢天主 感谢天主